为了刺激低迷经济实现今年经济增长5%的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24日祭出重磅政策 将下调存款准备经历0.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的流动性约1万亿元 集结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 三大金融监管部门一把手通台露面颇为罕见 根据中国媒体指出这是2015年8月后 中国央行再度大动作推出双绿双降 分析认为降息降准有助降低实际利率 减轻居民和企业负担 融资成本下调将直接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 同时推动物价温和回升 中国政府先前已颁布多项振兴房地产政策 但是市场信心仍不足 这回可让商贷额度100万人民币的房贷足 30年可省10万人民币利息支出 预期5000万户家庭1.5亿人口受惠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将首次创设新的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 从物价到房市 北京当局眼看各种经济挑战重重 再不力挽狂澜 恐怕继续恶化 三立新闻全部的报道